一、如果痛苦的话,就不要硬撑,不要强迫自己微笑和努力,最真实的活着这件事,就足以让自己感到骄傲。 二、不要太在意某些人说的话,因为他们有嘴,但不一定有脑。 三、至少不凭体力靠智力,成功不靠奇迹靠诡计,成功不在于是否拿到好牌,关键在于能否将手中的坏牌打好。 四、人生不过如此,且心且珍惜,自己永远是自己的主角,不要总在别人的戏剧里充当着配角。 五、没事就想想如何致富吧。 别总在感情的世界里伤春悲秋,捏在手心的钱永远要比那抓不住的心踏实。 六、要多理解别人,前期是你想理解别人的时候。 打之,不要天真的以为所有人会理解你,你自认应该理解你的人一定多注意,或许他最不理解你。 七、偏见是别人的,实力才是自己的,早知道所有的跋涉,都是为了抵达。 八、命运之所以宣美,正是因为它蕴藏着无穷的变数,总是让我们难以捉摸。 不要割求人生处处皆精彩,只有用95%的平凡时光,才能打磨出5%的经典时刻。 九、人性有一个弱点,你越在意什么,什么就越折磨你。 当你不再为手为脚,当你鼓起勇气,下定决心忠于自己,每一天都将是最好的状态。 神,所谓成熟,并不是你能用很多大道理去拍导别人,而是你能说服自己去理解身边的人合适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